文政事務局局長劉剛華 外界拿來與垃圾桶相提並論 真是詆毀了天下間的垃圾桶 造價達41億港元的東九文化中心 原本預計明年落成 誰知早前驗出結構處的螺絲帽和鋼筋不合格 你身為民政局局長在豆腐渣醜聞爆出後 又是禮拜講廢話來打完牆 說高度重視安全問題 會聯同匡民處和建築處盡快處理 想請問你,揭發之前你有沒有重視安全問題 還是出了事只因你發揮大嘴巴的精神 隨便說些東西來嗜屎民 現在的垃圾桶桶口改得這麼小 但是你這個big mouth港官不止連垃圾桶都不如 更加侮辱了全港市民的智慧 真是不搏過你都不行 之前沙中線工程醜聞都有版你看 那些醜聞一單未完一單又起,井噴色的大爆發 劉剛華,你究竟知不知今次的成見商 就是有短根削腸前複的禮頓 連禮頓都拒絕回應這件事就好像短根醜聞初初爆那時 但你老哥竟然回應得這麼爽 真是好懷疑你都是崇洋美愛 迷信外國月亮特別圓的一份子 正如港府高層中那班不斷向外國公司放電拋生偶的無間道一樣 就算爆出工程問題,港府都只是禮頓 投標政府合約15個月算數 豆腐渣工程爆極都有,和政府充斥好像劉剛華這類 冷監冷管的容官絕對有關係 話時話,劉剛華,你的圍觀神邏輯,香港人早就見識過 話說前年審計報告踢爆本港有慈善機構利用免稅漏動 向董事違規之身 你說港府遲遲不成立法定監管機構 是擔心權力太大干預慈善機構的運作 這樣都說得出,這些不是職場社伯粗是甚麼 無論是黃牛菲問題,公園大媽噪音擾民 還是康啟場地炒場黨的湧燕 還是救生員長期請不夠人,搞到詠貴先來豐詠灘 都反映了你這個康民處的頂頭大佬 有多廢,多不行,多害人不淺 本席現在就慰問除害 劉江華,你一是就醒醒定定 跟進上面一大堆民政事務問題 一是就罰你落區扮垃圾桶 反正你擔心權力過大,又不是口大 做垃圾桶就天生理財,必有用咯 大暗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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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超兒 小狗 小狗